为什么看到阿盈复活后 他们一点都不惊讶呢 在斗罗大陆中 献祭就意味着死亡 一般不会有魂兽 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都心甘情愿地献祭给别人 当初在五魂殿的威逼下 阿盈只能无奈地献祭给了唐浩 在阿盈献祭后 唐浩便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整天浑浑噩噩 成了个酒鬼 因为在那时 并没有人能够复活阿盈 唐孝知道这一消息后 也是悲痛不已 但没想到的是 唐三居然做到了 不愧是拥有主角光环的男人 然而在唐三一家四口 来到好天中后 大家看到复活后的阿盈 居然一点都不惊讶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早就料到 唐三会复活阿盈吗 唐孝之所以没有感到惊讶 是因为唐三带给他的惊喜 实在是太多了 先不说击杀了一位五魂殿的封号斗罗 他居然还能拥有四个十万年魂魂 所以唐孝也相信 凭借唐三出色的能力 复活阿盈和小五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其余的几个长老这时 还在责怪唐浩 虽然他也并不关心阿盈 誓死是活 那么小伙伴们 如果唐浩恢复实力后 对战唐孝 你觉得他们俩谁更强呢 下方评论区 说说你的答案吧